大家好,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,欢迎收看今天的冰雪起源 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韩天宇,16岁进入国家队 20岁时就在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比赛上 摘得男子1500米、1000米两项金牌,以及男子500米银牌 随后又在首尔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摘得男子1500米金牌 成为世锦赛41年历史上首位获得该项目金牌的中国选手 紧接着,韩天宇在超级3000米决赛中夺冠 获得世锦赛男子个人全能金牌 成为继2001年李家军之后,中国男子短道速滑历史上第二位 男子全能冠军 同时帮助中国队为免男子5000米接力冠军 未来六天,我的六位兄弟将继续和大家一起迎接北京冬奥会 想了解更多冬奥知识就请关注我们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我们下纸时间来看